而在美国,美国的新冠疫苗加强剂计划已经启动了 让三个目标群众接种第三剂辉瑞疫苗 在上个周末,单单是在药房就有超过40万名美国人已经注射加强剂 整个计划取得了好的开端 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协调官齐恩慈星期二宣布 将近有100万名美国人已经和药房预约 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注射辉瑞的加强剂 美国的加强剂计划目标是65岁及以上 患有疾病以及工作性质属于高风险的人 估计有2500万人 官员也透露,美国目前的重心是让剩下大约25%的人 先注射第一剂疫苗,经历第一道免疫屏障